而在二级警戒的疫情期间 花联慈禁医院远近视续诊疗门诊会持续来提供服务 方便病人不用进医院也可以看病序外 同时花联慈禁医院也结合了健保署推动的 虚拟健保卡示范计划 7月起上线示范 让病患在家就可以利用虚拟的健保卡来看诊 不仅零接触安全又便利 建立虚拟健保卡 需先下载健保快一通APP 完成身份验证后 即可透过虚拟健保卡QR Code 进行挂号看诊检查批价等服务 2021年更扩大居家医疗 远距医疗以及视讯门诊 希望透过视讯门诊结合虚拟健保卡 大幅减轻病患与家属的就医成本 也能减轻医疗人员的压力 我们原来在两年前开始事办的时候 那主要是因为政府的鼓励项目 还有医院也觉得民众比较需求的 是从三个科开始 就是眼科 耳鼻喉科跟皮肤科 那这三个科开始 然后我们的副院长 科部主任 也跟着我们的同仁 医室的同仁一起去走访卫生所 走访一些合作的医疗院所 看需求上面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 所以也尽了非常大的努力去做一些流程上 还有设备上的改善 那有了这三个科的基础之后 那这一次的疫情一开始 我们从三个科扩到八个科到27个科 现在已经总共有110位的医师加入远距视讯的门诊 那用不同的形式服务民众 那我们的方式也是多元化 包括他可以直接开一个单独的专科诊 也可以透过原来诊监 然后保留一些保留号 让民众在卫生所随时都可以挂号进来 那直接就享受到 好像是清零现场的服务模式一样 一家的时间 等领药的时间 然后再回家的时间 至少他们常常病人抱怨来现场 都花了半天才有办法 就是完成这个整个医疗的手续 你看那线上 好像就医师到你家一样 马上就帮你看就约好时间 那就可以节省真的很多时间了 其实很方便啦 就是不用一大早就出门 然后去医院这样一直等 那其实有大概一个时间 就在家里等就可以了 不用赶着出门 那其实用手机这样视讯门诊 其实对我们来说便利性非常的高 医师室专员楚慧英指出 病人只要在视讯看诊的时候 出示虚拟健保卡QR Code 提供医师扫描 医师在诊间透过了读取QR Code的认证后 即可查询云端药力 使医师能够更快速了解 病人过往的就医历程 做出专业准确的判断 还可以避免重复用药 以及重复检查 减少医疗浪费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